在人生生活当中 也许有的故事 就像欲望城市里面的女生一样 如果你也是学设计的 如果你很喜欢设计鞋子 也许你会在上海这样大都市里头 遇到一个学建筑的男生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对夫妻呢 就是这样的 男生学建筑 女生学设计 学广告 她们两个结合很美 是一对时尚夫妻 让我们欢迎周宝源还有郭宇财 好 周先生 周太太 好 像颜慕啊 好 恭喜 谢谢 大家已经看了我为什么只抱男生 其实因为我认识周宝源的时候 应该比Chloe还早 对对对对 周宝源是谁建筑的 对不起我们这摄影棚还OK 非常好 非常好 很有特色 你穿黑衣服就坐在我们的沙发就变变形丑 对 就是完全不见了 好 周宝源如果对国台湾歌坛注意的话在几年前 我工作已经快到十五年了 所以已经离开歌首歌 顾歌唱片的时候大概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对 那时候都还没有 阿 communitiesies吗 什么都没有 卡戴的 卡戴的 周宝源那个时候是在美国念建筑 但是回到台湾来出唱片 就是很早期的ABC来唱片 对 lou 3st D P 对 然後周伯洋就是看起來非常的優質男生 就是好像那種乖乖牌的那種吧 你那時候有聽過他的歌嗎 應該有聽過 可是不是很記得很清楚 所以因為我喜歡他 所以那個時候你多大還在念書吧 對啊 在念書啊 你那時候念 高中畢業吧 考上哪裡的廣告系 文化啊 文化廣告系 所以他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大學生 沒有聽你的歌 沒有聽你的歌 沒辦法 好 那現在我們就讓他回味 你沒看 你後來有去KTV點歌 有看到他的歌對不對 有有有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出去唱歌 朋友都會點 都會點他的歌 很想讓他難看就對了 就是完全為了我難看 完全為了我難看 其實也不是 其實這是年少的時候 我想我們也讓電視機前面 很多觀眾朋友 在回想一下周寶元 十幾年前 這個 就當歌手的時候 唱歌 其實很珍貴了 十五年前 我們來回味一下好不好 來 看一看 哈哈 我還要問一下 我要問一下邱鵑宜 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認識周寶元 你會喜歡他嗎 我覺得可能不會耶 哇 因為我是屬於喜歡比較man的那種型的男生 你覺得那個不夠man嗎 我覺得那個很像小男生 他吃小男生啊 對 是啊 十五年前的老婆 所以那時候其實你還不到二十歲啊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十九歲 十九歲 十九歲 真的是從國外回來 然後唱歌語歌曲 好像中文也不是很好 那時候每次上個節目大家都笑我 因為像我跟妳溝通 現在比較好啦 因為現在也住上海 所以工作也需要講中文 所以也 就來亞洲蠻多 所以中文可以說得比較好一點 那時候都 東西 大部分百分之七十的東西都聽不懂 就像Melody一樣 比如說你跟他講說 哎呀 真的真的不三不四 他就說 那五六是什麼呢 你知道這種ABC 他們完全其實不知道什麼 像我們去吃喜酒 然後人家說什麼 然後住這對新人恩恩愛愛到永遠 然後老公就聽不懂恩恩愛愛是什麼 就是要講很白話 就是感性很好 恩恩愛愛 你都不曉得 你以為小朋友要去恩恩啊 哇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吵架的時候 都要講很白的那種文文 對 就是講太難的成語 或者是有一點難度的就 我很氣的罵他還聽不懂 對啊 所以 就每次罵我的時候 我就假裝聽不懂就 就過去了 好 周寶元呢 其實在十五年前呢 其實人生都非常奇怪 我就說他們兩個 那十五年前呢 其實他那時候出唱片 那後來我想 你在建築跟唱歌當中 你怎麼樣去後來取捨的時候 我還是要去做建築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我最好的朋友 他爸爸媽媽他們兩個是建築師 進去這個房子有看 這對我來說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 我從那時候就覺得 所以你從小的夢想就是這樣 一直就想做建築 對 蓋一個房子 不是光蓋房子 就是做建築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對 所以那時候我 我從我大學 要進大學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要去念建築 建築 所以唱歌完全是 岔出來的事情 唱歌就是從來沒有考慮過 這個是 當然是一個小的時候 一個夢想 你那時候怎麼會來唱歌呢 就是因為 那時候我念大學的時候 念高中的時候 我跟一些朋友 我們就在一個band裡面 那我是唱歌 那我們有個人打鼓啊 彈吉他啊什麼 剛好我鄰居就是 對 家庭歌手 就是大家 天天警察就會敲門叫我們 不要唱那麼大聲 對 所以那時候就 L.A. Boys就是我的鄰居 L.A. Boys 對 所以Jeff跟Stanley跟Steven 那時候Jeff Stanley他們就 我念大學第一年 他們就來台北 出第一張專輯 所以他們是帶動這個美國 就是不要再吵鄰居 回台灣去吵 那時候就是他們回來的時候 他們剛好在出第二張 第三張專輯 我也有點不是很清楚 那Jeff就打電話問我說 要不要 你有沒有時間 想不要賺一點錢 那那時候就是 錢也給了不少 所以我就 當個大學生的時候 有這個機會 可以去一個錄音室去唱歌 還有可以口袋放一點錢 我覺得很棒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 就錄一些背景的歌 背景的那些歌 那時候他們的經紀人 就是劉韋茨 劉韋茨 對 看到我就覺得 可能那時候就給我機會 對 有的時候寫那個拼音 要花比錄歌的時間還長 他要學怎麼講那個歌詞 可能錄的時候還長 所以那時候很辛苦 那時候那個黃志平 是我的製作人 對 黃志平專門吃BBC的 對